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那么预计在7月6号到9号会前往北京去访问 那么抵达之后会跟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以及其他的资深官员来会面 那么外界也预料美中的晶片战相关的议题 会成为这一次的一个主要讨论的焦点 不但中国大陆方面现在高盛认为说估计 中国央行会加大去调控力道 防范人民币持续的单边贬值 最主要是因为人民币在近期表现是 持续的走贬非常的一个弱势 那么路透也披露为了要减缓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 人行已经对一些外资银行向客户提供的 美元存款利率来进行调查了 那么中国国有银行被发现 在岸跟离岸市场多次在抛售美元 就是希望可以走贬人民币 不过讽刺的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 却是一直不断的在抛售人民币 俄罗斯总统普清已经抛售了价值 45亿美元的人民币 那么现在整个俄罗斯持有的人民币的储备 已经是减少了三分之一了 不断在抛售人民币 是因为对中国大陆接下来的一个前景经济 是持续在看坏吗 看到现在全球主动在间经济的龙头 Pinko他们提出了警告说 现在市场对于太过乐观的一个看法 包括他们认为说欧美央行一方面有能力 我可以来对抗通膨 一方面我又可以 阻止经济发生衰退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太过乐观了 对 但是我要先提一下 就是今年大家都处于 人格分裂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我们每天都看到经济数据 一天比一天恶化 可是却看到了指数跟股价 一天一天都在涨 所以现在的一个情形变成像 股货宅一样过一天算一天 就不知道哪一天人来了 是真正的人来了 就终于经济数据 然后股票要开始跌 但是事实上在做多的一个同时 这一些事实一直都没有消失 比如说像全球主动债券基金的龙头 这个拼口的指引长爱达信 这边就有提到 他说大家现在都太乐观的看待了通膨 认为应该有机会去抵抗通膨 那事实上应该是慰應着陆 然后第二个Evercore的创始人 跟高级董事 董事长Roger Edmond 这边特别提到 他说你看Bauer Fed的Bauer 从去年到今年连错两次 第一次的话 他错估了通膨的情势 一直到后来发生通膨 已经完全不能抑制的时候 才开始猛烈的升息 他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他又认为很可能经济 不会所谓的衰退 也不会所谓的一个硬着陆 越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代表整个联准会的一个动态 太过于满山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未来他必须要带领他的机构 来预防经济衰退 美国联准会上个礼拜五有公布 他同时公布了PCE这个指数 然后又公布了一个创新的一个指数 叫金融情势脉动之余成长 就PCIG 他这里面针对所有的金融机构 来去做了一个调查 金融机构的一个活动 对于所谓的经济的一个影响 他说现在的情形是 金融海啸爆发十年以来 最吃景的状态 所以这一块全部 都在跟各位来讲 经济衰退这件隐忧 并不会因为股票上涨之后而消失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边特别提到联准会的Bauer 最近有一个新梦业 就是巴拿马运河 当时2021年的时候 就是出现了运价高涨 所以才把通膨整个带上去 现在巴拿马运河 经过了长时间的干旱 水位已经下降了 然后货船又被限制 会不会造成新一波的一个通膨 就算没有造成运价的创新高狂飙 但是至少又把通膨给垫高 然后降不下来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看到了 上述的经济状况 升息再加上通膨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很多手表迈不动 我们这边看的一个指数 就是这一个 Sardia的一个50指数 就是二手市场里面 针对排名前50的手表价格 然后来去做的一个指数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指数的一个状况 最近是不是就一直趴在地上 对 这里面当然有包含 你看到的PPAP劳力士等等 这些二手都是非常热门的 一些二手表 可是它的价钱开始往下跌 然后近两年跌幅 已经将近7%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也好 甚至是上流人士也好 最喜欢的一个指标 就是钻石指标 所以钻石指标 其实也是趴在地上 过去大家都觉得劳力士 或者是钻石 都是相对比较保值的 对 但现在有点卖不动的一个情形 这个跟利率上升 跟经济放缓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品浩投资长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他这里面就提到了 现在的一个通膨数字 距离联准会所说的这个2% 老实讲还真的是有点点高 至少还高了两倍多 然后但是他说股票不会跌 但股票不会跌 不是代表永远不会跌 他说有的时候要拖5到6计 你才会感受到那个冲击 这个在早期的 经济的一个状况里面 这个是一个常态 所以换言之 他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不是不到 只是迟到 对 所以冲击一定有 可能可能地盐5到6计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说的Roger Ottoman里面 特别提到 殖利率倒挂的情形 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 为什么自1980 1981以来 最严重的状况 时间拖太长了 而且倒挂的一个幅度 在现在又创了 今年的新高 美国另外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经济的情愚表 这个东西叫做CAS的运输指数 这个运输指数的话 就是有衡量运价 然后大型运输的一个吞吐量 这个运载量 然后甚至还包含 他所谓的成长率的预估 向来美国这样的一个情愚表里面 从四条线 其实讲的都是指美国的运价 或者是运能 然后四大指数YY的部分 同步的下滑 那之前是不是有出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这次是第四次 对不对 我们来看前面几个案例 包含像什么 这个是2000年的 这个是2008年的 其实后来都是衰退 只有这一次2020年的时候 因为疫情是猛爆性的 就突然性的 但那个时间点只有一两个月 所以他很快的就做V型反转 可是之前的这一段的状况 四条线都在往下降的 跟这次状况很像 所以这就意味着通膨跟升息 确实已经影响到商品的需求 现在的美国很多的一个经济状况 是因为服务业在撑 所以服务业如果说 未来有开始松动了 可能表现出来 就是失业率的一个高升 从3%多到4%多开始往上走 甚至到5%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经济 你真正看到已经开始 所谓不管是软的 或者是硬的着陆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奥特曼这边提到 最严重的状况就是殖利率倒挂 这里面采取的一个标准 就是十年期去减两年期 十年期照理说应该要比两年期高 但是现在的情形 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创低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看一下时间点 这个第一次倒挂的时间点 是在去年7月 所以距离现在 今年现在已经7月了 已经将近快12个月了 就是一年的时间 你有看过整整一年的时间 倒挂只有在这一段 就1980年当时 所以这是1980年代以来 这一次是倒挂最久 最严重的一次 对 而且各位 我们消掉以后 我们再来看 它的这个柱状体 黄色的柱状体 是不是在除了这一段以来最高的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倒挂的程度是107个基点 那已经比正式6月1号当时的106 跟3月底当时的100附近 已经是创新高 所以倒挂的情况这么严重 但是股票却一直在涨 这个在以前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现在得到的一个结论 就是倒挂有可能领先衰退 大概18个月 也就是说你看到第一次的一个倒挂 是在去年的7月 那你往后推18个月 很可能就是衰退的开始起算日 所以这个时间点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他们研究机构的一个估计值 那这样算一算时间点 应该是落在明年的1月 所以刚刚有明哥有提到 今天衰退可能一定会发生 但是只是时间点他往后延 那最可能发生的时间点 就是在明年的年初 对 明年的年初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 第二个案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就是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 他这一次是连续升息的7 升息的7之后 等到他停止升息4个月之后 指数开始大跌 然后事后我们才知道 那个东西叫网路泡沫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第三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就是2004年到2006年 连续升息了16 对 等到停止升息之后 12个月之后开始跌 但是跌了之后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跌完了之后又弹上去 再隔了3个月 15个月之后 就开始正式的大跌 最后我们终于知道 有一个东西叫金融海啸 这一次是第四次 第四次是从2022年的3月开始升息 一直到2023年的现在的5月 假设连续升息了20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想 就是升息的结果没事 但是怕停止升息之后 我们就开始要起算 所谓的真正的景气衰退 所以也就是说第一个时间点 注意一下时间转折 以标普500来讲 今年的11月的时候 是从这一次反弹上来的13个月 然后明年的1月份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职域倒挂之后18个月的起算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明年的11月 一来是美国总统大选 二来是停止升息之后的15个月 这几个转折点 应该都是有可能 发生衰退的时间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结论 今年度有很多人 不是卖太早 看着后面涨 就是空太快 后面被咬 但是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对的 只是后面有地言 所以这几个地言的时间 大家抓住 在这个之前 应该都还是安心的 刚有明哥 但我们看到 就是大家都预期说 美国经济应该会衰退 但时间点 很可能不是出现在今年 有可能会出现在 明年的1月之后 那么甚至在美国总统大选 明年的11月之后 很可能在停止升息后的 第15个月 这个经济表现就要特别来做留意 美台大选 现在是倒数计时 然后请教有明哥 在今年下半年的话 这些政策概念股当中 还有没有基级比较低的 这些个股可以留意的 有 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做 所谓的政策概念股 刚刚有特别提到 第一段里面说过 经济衰退 其实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以目前来讲 能够对抗景气衰退的 只有在政策撒钱的一些产业 所以这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最近的盘性是什么 就当美股涨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会涨AI 当美股跌的时候 我们会涨政策 这个都分得很清楚 因为政策有点避险的概念 可是今天比较特殊 今天是美股在涨的同时 AI也涨 但是政策也涨 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 会不会是因为 有新的下半年度开始 有一批人开始 重新酸仰一些股票 很可能就是他们 先买上了去之后 逼着投信未来去加码 我觉得这一点 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当然有四个很重要的方向 配合最近的一个事件部 第一个美国高速网路的 宽屏基建 这个我想6月26号的时候 拜登就公布420亿的美金 今天这个族群 出现涨停板的加速 比AI还要多 对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 大家可以要开始留意了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筹码 比较低基期 所谓筹码低基期的意思就是 不是位置很低 是投信没有什么有 所以这些法人 没有持有的一个股票 第二个是生计的一个部分 刚刚建勋有讲过了 它的时间点是7月27到7月30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探交所 探交所大家认为说 7月底8月初成立的时候 是不是就代表它可以walk了 其实没有 因为你只要你刚成立 所以你只有到第四季的时候 去买探权 因为你相关的执法也没有出来 你探咨询什么也都没有出来 最快的话第四季可以去国外买探权 目标定在明年 可以做所谓的企业探权交易 但重点来了 今天也在涨 所以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的 有人提早做准备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清人 政府订定今年是清人元年 我们这边要做加清站 然后未来要拼最快的话 大概加清站的一个管理规则 第三季会出来 年底会有第一个加清站 这个所谓的加清站出来 那言下之意是什么 就是你台湾现在举目无亲 就是也没有加清站 也没有什么清车 也顶多就是一个 sample的一个所谓清人巴士 可是问题是韩国 韩国整个已经变成一个清人大国 赢了日本了 对不对 所以韩国是清上加清 我们是举目无亲 好 那现在回头我们来去看 这四个产业里面 我们一一的来去抓 今天有动的一些 我觉得可能在相对上 大家可以留意的一个标的 第一个部分的话 在这个所谓的网通股里面 那各位如果用日线来看 3025的新通 会觉得它好像已经涨很多 但是如果你用周线 用环全的周线来看的话 其实它刚刚才过高 那这个情形的话 我们把它比喻成 这个就是在90块的广达 的意思 但只是广达股本比较大 这个股本比较小 那美国宽敏建设 除了你看到的宽敏 也会带动全球的电网 NCE设备跟资安 那第二个生计这边的话 刚建俊兄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些 可能未来会嘎空的标的 那我们这边来提到一个 就是最近其实还有在流行 再生疗法 那再生疗法里面的话 其实国内的代表 就是1784的一个训练 那第三个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 探权明明还没有马上可以work 可是你去看 整个华子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领先性 跟它的一个姿态相当相当的高 最重要是投信低持股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去看一个 就是台湾首座的加薪站 当然你也可以去说 因为以目前来讲 今天高利又涨停 那高利已经快接近400了 对 如果印象明记错的话 那它是不是会把整个供应链 带上去 628的康书 是不是最近也有快过高 重点是7月份的营收 会加入了ABB之后 就瑞典大厂之后 开始整年度的营收 会成长5成熟 高利跟华福的模式 就是他们的营收 就开始会越越增 这些都是低基期的政治股 而且都是投信比较低持股的一些个股